拔萝卜的儿歌大家都唱过 不过您真的拔过萝卜吗 带您来到台湾的胡萝卜主产地 台南江军区 一起体验有趣的拔萝卜活动 民众在田里东翻西找 到底是在找什么 我们第一次拔 那刚开始不会拔 没有摇 那个头都断掉了 要摇一摇 原来是拔萝卜 虽然很费力 但小朋友可是乐此不疲呢 虽然又花很多力气 可是很好玩就对 觉得好像 可以拔那么多红萝卜很特别 自己煎红萝卜会有成就感 回去吃会有珍惜食物的感觉 适当的土质 让台南江军区 成为全台胡萝卜的主要产地 红萝卜都是每年从 九月开始种植 各年的二月时候开始采收 这边因为是靠海的乡镇 它的土壤是比较偏碱 虽然它在胡萝卜的 那个所谓的耐土长度 它非常高 甜度也会比其他地方高一点点 江军区农会为了推行农业观光 常利用假日举行亲子拔胡萝卜活动 让民众体会一下田园生活 然后最主要我们就是帮助农民 增加他们的缩益 然后也更将我们这江军区的红萝卜 它的特殊的那个风味 提供给民众 想要体验农村的乐趣吗 不妨到台南江军区拔萝卜 新唐野的电视使劲望苏木白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